大家好我是小菜花 今天和大家分享上汤娃娃菜的做法 娃娃菜用清水洗干净 把洗干净的娃娃菜 把娃娃菜切成条状 咸鸭蛋 皮蛋 各一个 都剥好壳 火腿一小根 剥好皮 把火腿切碎 一根小火腿切碎 把咸鸭蛋也切碎 切碎 再把皮蛋也切碎 再切点葱花 热锅下油 放入娃娃菜 翻炒 娃娃菜炒软 放入少许盐 翻炒均匀 把娃娃菜炒熟 把炒好的娃娃菜装起备用 锅中 锅中放适量水 烧开 放进刚才切好的 火腿肠 皮蛋 咸鸡蛋 咸鸡蛋 大火 大火煮一下 煮成浓汤 如果咸蛋够咸的话 就不用再放盐 出锅前放进葱花 将煮好的皮蛋咸蛋火腿肠 连汤汁一起装进刚才装好盘的娃娃菜里 小菜或者上汤娃娃菜就做好了 喜欢我的视频请收藏点赞 关注我吧